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2月28日 已經是星期三 今天財政預算案 宣布全面撤立之後 地產股就做好了 不過下午的市市倒下跌 其實上午也沒甚麼怎麼升 下午 一度就大跌下去 最終是跌200多點收市 為甚麼會跌那麼多呢 可能是另外一件因素 這個壞消息 比起這個設立更加大 這個消息就是 碧桂園 被這個入品 清盤 他跟他的借款人之間 有一筆16億本金的未知付貸款和利息 碧桂園最低跌13.9% 跌很多 碧桂園服務也是大跌 碧桂園就把極密反對這個 清盤的晴晴 晴晴的提出 不代表晴晴人能夠成功對公司進行清盤 在公告日期 高等法院並未頒布清盤令 將他們清盤 高院已經晴晴首次聆訊 這個日期定為 今年5月17日 目前公司預期 這個清盤的晴晴是不會對公司重組計劃的時間表 造成實質性的影響 日品人Evercredit 是健濤化工 148粒獻號 的全資子公司 2023年閉底 先接受碧桂園配股 3億5千萬股 拿得公司擴大後的股本1.25% 用來當作部分還債 按當時公告 事成之後 碧桂園根據融資協議 欠 認購人 未償還本金的15億9800萬 即是還欠他十幾億 碧桂園要分期支付 最後一期去到去年12月 即是建濤化工容許碧桂園用配股方式 取代2億7千萬的債務 最終建濤 發難 因為 這家公司上個禮拜發刑警 預期去年純利倒退最多45% 最大原因就是因為借錢給碧桂園要作出撥避 因為借了給你 你不能還 碧桂園就說 暫時這個預期的 清盤情情 不會對公司債務重組計劃 或者時間表造成實質性的影響 希望各方利益相關 這個方面 對公司保持信心 並支持公司繼續努力推進境外債務重組方案 最大程度保留公司價值 以及保障全體利益 好了 大家同一條船 你不要搞死我 你搞死我 大家抱在一起 這節其實我 就這樣看這段消息 其實是一個 很大的事 你想一想 碧桂園不只是向外面借錢 亦都向本地借錢 香港 也有很多企業 早幾年 水多的時候 每個人都願意借錢 那些公司業職好的 他跟銀行借 或是他發債成本低 而你發債成本高 他想著你不會倒閉的情況之下 尤其是 大部分人對共產黨是很有信心的 所以 他們覺得樓價不會被他倒閉的 阿爺不會被樓屎倒閉的 所以 他們就覺得 我們中間存在那麼大的差價 我們公司 是A級公司 我們出去發債成本 只有兩厘 我借給你碧桂園可能有八厘 中間有六厘的息差 所以 我就可以 私一方面我去配股 我去集資一筆錢回來 然後就把這筆錢借給你 我中間賺的息差 而且賺得不少 以往香港很多公司是這麼做的 大樓也一樣 當然大樓也有閒錢 建土法公也不小 建土法公的張氏家族 實際上 也是 行業條鎖來的 也是香港上市公司 建土法公的老闆叫張國榮 跟死了的老闆也是一樣的名字 他們 實際上 生意做得很大 不過生意做得大也好 大家都希望 有其他的外快 正所謂人無橫財不虎 馬無夜草不肥 很多上市公司有閒錢的時候 就會投資其他的業務 希望 將業務多元化 很多時候他們覺得借錢給你 建房子最穩定的啦 建房子哪有差的 所以當時恆大可以借到那麼多錢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不過現在出市起上來 反而就有機會造成一個香港的金融危機 因為 你會知道 未來會有大量的上市公司 可能是有對出市企業 例如 碧桂園 恆大 或者其他 現在外面在傳萬科也出市 這樣 那條數就很大了 因為你是變成一個 鐵索連周骨牌效應 當一間公司出市 而他整個行業都有問題的時候 然後 變成人人都出市 香港的大部分上市公司 很大程度上也有做這類的生意 也有把這筆錢借給人 而他們 是不是真的有辦法收回那些錢呢 其實很多都收不回 搞到要撥避 比如說建桃花工這次撥避16億 讓你想想 如果一日漲的話 公司業績就 純利倒退45% 即是本身可能賺三、四十億 這條數 預算是拿不回的 就要撥避 如果大量的公司進行撥避 又或者大量公司 對這些 撇帳的話 你的數字即時就倒下了 股價倒下了 各方面也倒下了 最糟糕的 不是因為撥避那麼簡單 撥避有時可以回撥的 譬如說 我本身遇到你這個人不賺錢 16億撥避 到了過一年之後 他又突然有錢還 還了16億 那16億就回撥回來 變成今年的業績有大升 但是 似乎這件事會發生的機會好未 因為現在你看中國房地產的泡沫 是那麼大 爆起煲上來 根本一發不可收拾 現在就跟當年的日本這個地產泡沫 1989年的時候是差不多 不過 今次中國這個規模比日本大很多 以往 日本的經濟泡沫 只是集中在東京大阪的大城市 小城市也有 但是 小城市就要度假村為主的發展 而中國 是全面的 12345線城市 也是大量的樓盤起了 最誇張的時候 當時公佈說中國的房子可以住37億人 當然 最終的數據是沒有那麼誇張 但是 現在中國面對人口萎縮 根本樓市的支撐已經 已經站不住腳了 因為最重要 建房子出來是被人住的 當人都少了的時候 沒有那麼大需求的時候 房子怎麼升呢 最重要是中國是不會有外來人口的 因為中國 是一個封閉的國家 你有沒有聽過有人移民到中國的 你沒有聽過 非洲黑人去中國找笨就有 接受中共的款待 那些是有的 最終是不是真的 正如有個精神病患者這樣說 要引入非洲人和中國人配種 變成 接下來 中國人就會擁有非洲人的基因 高大 跑步也快 各方面也快 是不是這樣 我覺得 暫時也沒有去到 不過最重要 生育率 是有很多方面的造成 包括 中國的 一骸政策 令到很多人根本就不想再生 到了現在 生活那麼困苦 而且社會那麼不公平 個個都不願意生育 大陸有一段影片很流行的 就是一個發展商 問一個年青人 年青人 為甚麼你不買樓 他說我為甚麼要買樓 他說你不買樓 但你怎麼結婚 年青人說我為甚麼要結婚 如果你不結婚 為甚麼要生兒子 他說我為甚麼要生兒子 他說你如果不生兒子 你以後老了怎麼辦 他說我以後老了就老了 你以後怎麼辦 這樣你就沒有人照顧 他說 他作為兒子幾十年 他明白 根本生兒子是沒有辦法養老的 因為 自己 生兒子出來 兒子也搞不定 怎麼養你 他說以後如果你沒有生下一代 你去 老人院的時候就慘了 他說我現在瀟灑生活幾十年 老了之後折瀟幾年 很正常 這個沒有問題 為甚麼現在要 逼我去做這件事呢 第二 我已經那麼窮了 你還要逼我買樓 我已經根本就搞不定 哪有錢去買樓呢 我現在還可以勉強維持下去 你看我生兒子 我就是把這個債務 把這個艱苦 和言下一代 所以他說 基本上 現在大陸人 普遍不認為生兒子是一個 正確的選項 因為他說對不起下一代 我又很有錢的 我又生過兒子 讓下一代都可以享福 我自己也窮成這樣了 我還把這個禍延續給下一代 令到他一出生就要捱窮 等到 他老了之後 他還要照顧我 那就更加對不起他 所以他說 不生兒子 也是對下一代的負責任 這個說法在大陸普遍受到很大的認同 原因是因為這個社會太不公平 人民 尤其是窮的人 受到無限的壓榨 他們沒有得到任何的社會福利之餘 還要為這個國家去埋單 包括 每個地方的公務員 吃黃糧的人太多 而且這些人全部都是站在人民頭上作為作福的 你想想 你作為一個藝民 你就要負責供養他們 而他們的責任就是來欺負你 中國據說 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 但是中國 他的GDP頭向 或者用在哪方面 就令到人家全世界都覺得是側目的 例如 根據聯合國人類發展處報告的訊息 中國用在醫療方面的GDP是2.7% 但是 美國是21.5% 日本是23.3% 德國是20.1% 英國是19.4% 法國是18.8% 意大利是18.6% 加拿大是18.9% 西方發達國家 是 最少以5倍至6倍的 用在醫療的開支 而教育更加可恥得驚人 中共 用在教育的開支只是佔GDP的0.4% 比起任何一個西方國家都是 少九成 甚至乎少十幾倍 美國是5% 中國是0.4% 日本是6% 比中國多15倍 德國 法國 意大利 加拿大 都是4% 比中國多10倍 你想想 原來中國人 的錢是哪裏呢 就是行政費 維穩費 軍費 以及他們的開支 所有的錢 全部都是給官員作威作福 你想想 原來你交的稅 原來就是 交給別人欺負你的 那誰願意繼續和言下去呢 如果我是統治階層 我當然願意生孩子 每天生一個 問題就是 我不是統治階層 我是被奴役那個 即是說 說得再難聽一點 在豬圈裏面 那些豬不生孩子 最緊張的不是那隻豬 是養豬那個人 因為你是他的食用對象 你是他的賺錢工具來的嘛 你不生孩子 他就覺得他是一條財路了 你擔心甚麼呢 你會不會為了這個豬圈的主人而擔心你不生孩子 現在大陸已經開始慢慢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 人不生孩子 當然對樓市地產 已經不再重要了 所以大陸的樓市接下來會加速崩潰 還有 過度的借貸 也會把樓市進一步推倒 因為供不起樓 每個人都扔層樓出來 每個人都供不到樓了 那層樓是誰買的呢 現在香港的問題是會火燒連環巡 因為究竟有多少上市公司是投資了這一類的 這些理財產品 或者是借錢給這些 企業呢 其實可能很多 這條數 如果全都爆出來 或者集體不成功的話 是會出現一個火燒連環巡 到時 整個香港的上市公司 大部分都遭殃 所以 有機會爆發一場金融危機 這次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Patre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欣賞廣告 多謝 拜拜 全新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基本法23條 立法 基本法 第23條 立法的 大家記得 如果保障你們的 個人私隱和網絡安全方面 你們可以選購我們的VPN 我會見你一個人 我們會見你一個人